第八章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话说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详细地介绍了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的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一,我们一行于16日上午12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 下午10时,夜见斯大林元帅,请一肯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 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罗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四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 诗者,费德林二人当翻译。 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 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 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亚尔塔协议的缘故,目前不已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 如果改变原有的,重定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 因此,女顺为苏联租界三十年多一点,目前在形势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 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 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 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屡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 我说,照顾亚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 为中国社会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定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 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 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 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 我说,代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迷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 如果同时鉴定协定,则外长肆意来此。 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朱同志加以讨论。 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 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 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诉告违判。 12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林彪的关于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的附点。 全文如下,林彪同志,中央转,10日14时电锡。 一,庆贺你们歼灭白重启的伟大胜利。 二,同意你的部署,即陈庚略作休整,急入云南,四野入柜,各军休息20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 三,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 因为潮水需12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之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顾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济,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 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办团9000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3万人,无缘无良,被敌围攻,全军覆灭。 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海南岛之敌可能叫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 请告邓、赖及邓华、赖传诸、笔者诸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速语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四、湖南省政府可于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改组。 但城前除任中南副主席外,其湖南军政委员会仍应存在,即使无具体工作,留意招牌亦有作用。 死点城在京时,我已向他当面谈过,请加注意。 五、关于城乡、公司、工商、劳资等相互关系,笔中问题,以托邓子辉同志向你转达,有何意见? 旺告。 关于军队参加生产问题,请回汉口后统筹办理。 六、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毛泽东12月18日于远方此时,林彪已任命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渡海兵团最高指挥员,由他与15兵团政委带传出,副司令员洪学智组成了渡海兵团指挥部。 担任渡海作战任务的部队是15兵团,以李作鹏为军长的第43军,以第12兵团副司令员间40军军长韩先楚率领的第40军,并外还配处加农炮、高射炮、各一个团与工兵一部。 总兵力达到10万人。 12日20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18日的电文精神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会议一直开到21日凌晨才结束。 12日21日凌晨,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后,联名致电毛泽东说,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急去莫斯科一次。 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肆无必要。 12日21日,是斯大林七十大寿诞辰,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 毛泽东在王家祥陪众下,参加了斯大林七十寿臣的庆祝活动。 他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向斯大林敬献了秀有福卢东海的横点,宣读了给斯大林贺受的礼单,中国精美的陶瓷、香绣、茶叶、竹笋等,和山东出产的五千斤大黄芽白菜,五千斤大萝卜,五千斤大葱,五千斤大葱,五千斤大梨。 在庆祝大会上,斯大林让毛泽东居各国兄弟党领导人之前,紧挨着自己并肩站在一起。 按照祝寿活动的安排,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代表讲话后,将有13个外国领导人讲话。 在这13个外国领导人中,毛泽东被排散了第一个。 毛泽东在致辞中说,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我这次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臣的盛会,忠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 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做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 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到斯大林同志的有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仅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臣,祝福他的健康和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邻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毛泽东的注词受到热烈欢迎,全场与会者两次起立,长时间的鼓掌。 毛泽东最后高呼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他的致辞一结束,全场再次起立,长时间的鼓掌。 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把大会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事日晚八点,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臣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了各国来宾。 毛泽东、陈伯达、王驾祥、朱仲丽、施哲、叶子龙、汪东兴、陈炳成、沈建新、李嘉继、田树斌、孙维士都参加了宴会。 斯大林和毛泽东坐在一个包厢里,菜肴、酒水和点心摆满了一桌子,凉菜很多,热菜只有三道。 毛泽东首先向斯大林敬酒,各国代表也轮流向斯大林敬酒。 席间,穿插着各种文艺节目,有音乐、舞蹈、杂技等。 演出结束后,观众都回过头,摆欢呼斯大林。 毛泽东 毛泽东 斯大林 毛泽东举手向群众致议,高呼斯大林万岁。 光荣跪于斯大林。 全场的欢呼声、口号声和掌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 宴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一时才结束。 毛泽东不习惯苏联这种马拉松式的宴会方式,宴会一结束,他感到很累。 王夏祥安排他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办公楼上休息。 这是一栋就是洋楼,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毛泽东住在二楼。 他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长。 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 吃饭就好好吃饭,看戏就好好看戏。 宴会的人那么多,每道菜一人一份,他们的服务员真太辛苦了。 12日22日午时,毛泽东回到驻地休息。 12日22日下午4点30分,王夏祥夫妇来到毛泽东下榻出。 王夏祥报告毛泽东说,主席,现在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表示,想和我们做生意。 毛泽东说,好啊,这是好事。 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做生意。 这样除了苏联以外,又有三个国家即将同我们发生通商贸易关系。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英国、日本、美国、印度也会有生意和我们做。 他立即约见苏方联络员科瓦耀夫来谈话,并要求他把这次谈话记录转叫斯大林。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举行预定的会见,商谈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 还有拟请周恩来到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 12日2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说,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 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杰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 以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 12日23日下午6时,王驾翔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苏共中央政治局及斯大林同志从明天开始同我们会谈。 毛泽东决定,由王驾翔、陈伯达参加谈判,施者为中方翻译。 12日24日晚,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 据汪东兴1949年12日24日阅记记载,今天毛主席和斯大林开始正式会谈。 我跟着主席去了,因会谈戒备森严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在克里姆林宫值班室里等候。 五小时后会谈结束,回到驻地,毛主席问我吃过东西没有。 我说喝了一瓶汽水,毛主席说等的时间太久了,下次不要跟去了,让苏方负责保卫安全,你们在驻地等我。 12月25日,毛泽东致点中共中央,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会谈的情况。 其中写道,昨24日晚11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 长谈五小时半,到京城五十彩币。 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 有莫罗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阳,陈伯达,王驾祥,诗哲等七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与毛泽东通了电话。 据汪东兴12月25日记载,中午,苏联上校报告说,斯大林同志有电话来,请毛泽东主席接电话,毛主席通过翻译苏梅士与斯大林交谈。 斯大林同志在电话中,十分关心毛主席在苏生活是否习惯,表示要前来看网,但他的保卫,人员和保健医生不让他出门。 毛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劝他不要来了。 从北京出发时,我带了一本书《营台气血记》,到莫斯科后,抽空看了三分之二。 毛主席在我坐的椅子上发现了这本书,借去看了。 晚上,我们看了一个卓别林主演的喜剧片。 12月26日晚七时,毛泽东与斯大林继续会谈。 据汪东兴12月26日记载,毛主席起床后,叶子龙同志向主席报告说,王驾祥同志来电话说, 今晚7时继续会谈,他晚6时左右来接主席一起去,今天的会谈一直进行到夜里12时才结束。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将苏联泰网东北铁路系统的专家科瓦廖夫写给他的一封信,交还给了毛泽东。 斯大林解释说,这封信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受益的。 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 毛泽东接过来这封信,看了一遍,一笑了之。 他心里明白,这封信是高岗专门授意科瓦廖夫写成的,并请科瓦廖夫把信寄给了斯大林。 在这份材料中,高岗搜集了刘少奇在天津对发展民族工商业问题的讲话,罗列了周恩来在组建政务院中任用的民主人士,某某某是反动态,某某某是满清的一老一少。 王东兴在这天的日记中还写道,毛主席处理完国内的事,在会客室里散步,推门出来看我在看书,问我,又在看什么书? 我说,在中国大使馆建了一部水浒。 主席说,水浒这部书,有一百回本,有120回本,你看的是哪种? 我说,我建的这部是120回的现装本。 主席说,有时间就看点书是增加知识的办法之一。 孔子说,木儿时之,雪儿不厌,惠人不倦,何有于我灾,12月27日,莫斯科已经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的雪,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 毛泽东起床后见雪下得很小了,就边穿衣服,边往外走。 卫士们提醒他别感冒了,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静止走到外面去了。 毛泽东轻轻地踩在雪上,顺着墙跟走,裤腿上鞋里全是雪。 他走了几步,便驻足观赏起来,完全沉醉在美丽的雪景之中。 就在他身后的不远处,几个卫士和俄文翻译们像孩子一样打起了雪仗,一个卫士用雪团打中了孙卫士,孙卫士一边笑骂他坏,一边抓起雪团还击。 毛泽东扭头一看,孙卫士简直成了白雪公主,便也笑嘻嘻地加入了战团,从侧面袭击他,竟然正好打在他的衣领里,在场的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12月28日深夜,毛泽东对汪东兴说,等我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完了,我有话对你讲。 办完工,毛泽东把汪东兴叫来,对他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关于中国内部问题的信,这封信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 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很有本事,他提供材料,让别人写,跑到洋人这儿告洋状了。 你知道什么叫告洋状吗? 汪东兴说,就是向洋人告状吗? 毛泽东点点头,不再说什么。 12月29日,毛泽东起床后,在院内散步。 他喜欢走积雪厚的地方,苏联上校怕他动坏脚,劝他不要走积雪厚的地方。 毛泽东让苏维士告诉他,血是干净的,下过雪后,空气新鲜,对人体有益,采完了雪,回到房内换一下鞋袜,不至于动坏脚的,请上校放心。 接着,毛泽东关于可在仙头阻止李明渝成万部,向越南缅甸前进问题致点刘少奇,少奇同志,警告刘邓转之卢汉及云南我军。 只可在李明渝成万之仙头,阻止其向越,免前进,不可向其后卫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 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进行政治工作,策动该敌起义。 毛泽东12月29日是日晚,吃过晚饭后,毛泽东同工作人员一起看了一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纪录片。 而后,他办公到深夜方才休息。 12月30日,印度纪缅甸之后,承认了新中国。 此时,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 12月30日下午二时,王家祥来到毛泽东住处。 他说,现在各国住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主席不知去向了。 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他说,毛泽东现在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 王夏祥说,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见报道你的活动了。 毛泽东说,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坐冷板凳。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祝贺新年告前线指战员和全国同胞书,新华社北京31日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今日发表告前线指战员和全国同胞书,热烈的祝贺新年。 祝贺1949年所获得的伟大历史胜利,并提出了1950年的任务。 全文如下,第一野战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赵兽山朱同志。 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继春朱同志。 第三野战军陈毅、饶树石、素玉、谭振林朱同志。 第四野战军林彪、罗荣环、邓紫辉、谭振朱同志。 全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全国同胞们。 当1950年的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向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致热烈的祝贺。 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49年内所获得的伟大历史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将士望我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积极的支援之下, 在1949年内已经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歼灭了敌军260万人。 由于这个伟大历史胜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被永远推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被巩固地建立起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 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 歼灭蒋介石匪邦的最后残余, 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不让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 中国人民已经可能并且必须把主要的力量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 中国人民在1950年需要医治战争创伤, 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 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在这些方面, 应该获得比1949年更大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 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 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必能胜利地完成自己的伟大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万岁。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9年12月31日是下午, 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 今晚要过年了, 在国外过新年我还是第一次, 在伟大的苏联莫斯科过新年更有意义。 晚饭除苏联菜外, 再加两个中国菜。 明天吃饺子就难办了。 工作人员说, 毛主席想吃饺子, 大使馆可以包好了送来。 毛泽东说, 我是吃米饭长大的, 北方人不吃饺子过不了年。 接着, 毛泽东关于进攻海南岛, 应以充分准备, 却有把握为原则致电林彪。 他写道, 林彪同志, 中央转, 转来邓赖红27日电一期。 同意该电索取方针, 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 但以充分准备, 却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 避免仓促莽撞, 造成过失。 为此, 邓赖红应诉到雷州半岛前线 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 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 毛泽东12月31日这天下半夜, 毛泽东办完工, 在惠客室向汪东兴要海南岛的地图看。 他边看边说, 海南岛现在正是好季节, 我军要解放海南岛, 不要错过好时机。 1950年1月1日, 人民海军报创刊号, 刊登了毛泽东为该报的提词,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 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 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毛泽东1月1日这一天,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 致电毛泽东。 胡志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我个人方面, 曾经有过两个时期, 荣幸地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1924至1927年, 我到广州, 一方面注意着我国的革命, 一方面从事着中国共产党交给的工作。 当时, 中国工农运动正蓬勃发展, 农民运动已开始扩大, 尤其是在湖南, 有毛泽东同志领导。 为了推动农民运动, 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我参加了翻译内部材料和对外宣传工作。 在此期间, 胡志明参加了1926年1月,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二大, 并获准在会上发表演讲, 由李富春任翻译。 胡志明所说的另一个时期, 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于1938年底, 从莫斯科经新疆西安到达延安, 住在早原。 后来, 中共中央按照他的要求, 安排他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的身份, 南下衡阳和西南各省考察。 1942年8月, 胡志明在广西边境被国民党逮捕, 一年后经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帮助获释, 碎留在广西活动, 直到1944年9月回到北坡附近, 直接领导越南革命运动。 胡志明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 月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 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接后这种友谊将更加紧密起来, 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并保卫世界的和平。 元旦这天下午, 苏方联络员科瓦料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终于忍不住发火了。 此时, 他来到苏联已经十几天了, 前来为斯大林祝寿的其他外国领导人早已都走了, 而他还在这里坐冷板凳, 实在窝火得很。 他说, 我到莫斯科来, 不是单位斯大林同志祝寿的。 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 什么事也不干, 我们是干什么来的? 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 睡觉的吗? 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 吃饭, 拉屎, 睡觉。 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 你们保持好了, 过几天我就走。 科瓦廖夫和费德林马上将毛泽东的谈话向斯大林做了汇报。 后来经过王家祥的联络和说明, 斯大林这才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真实意图。 马上同意让周恩来到苏联进行中苏之间的谈判工作。 再说这一天, 毛泽东致电北京, 他在电文中写道, 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制各野战军的贺电, 电稿写好后, 到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是日晚, 毛泽东接到北京转发来的彭德怀12月30日的电报。 此前,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指示, 将西北军区联络部长范明对西藏的调查结论, 向中央和毛泽东巨师禀报。 他写道, 中央并报毛主席, 依前殿市准备1950年夏秋配合进军西藏, 据调查, 由哈拉姆伦山口经齐里湖塔穆萨奇到日喀泽之县, 以西属后藏, 以东属前藏, 前藏人口不到200万。 前藏拉萨附近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人口较密, 农业为主, 畜牧次之。 后藏多属游牧区, 住居不固定。 从榆田、 河田、 翻越昆仑山, 至西藏边境, 黑河游盐湖, 虚行十七天, 纯小路, 罗马不能通行, 人烟稀少。 据文, 游黑河游盐湖至拉萨, 骑行需要40天, 一说虚两个月。 从南疆入藏甚为困难, 飞机飞越昆仑山, 亦需特种装置。 令哈什嘎尔经土离, 帕米尔高原东副道, 驼马可行, 唯须经印度境内, 东行入藏。 北路好走, 但因政治限制, 故不可能。 二, 由青海大河坝, 经博塞图库特尔别里布图, 经唐古达山口, 及青康藏三省交界上系雪山, 需五天, 才能通过积雪, 飞河至拉萨, 此道步行需两天半, 除接近拉萨, 至三天系农业区外, 全系游牧区。 三, 由青海玉树经西康, 奔达, 嘉离, 太昭至拉萨, 此路较上述之大路易走, 为大河坝, 玉树至昌都北系游牧区, 昌都嘉离, 太昭系农业区, 可就此取部分粮食。 总之, 由青海, 新疆入藏困难很大, 难以克服。 由打建卢芬两路, 一路经礼堂, 柯青, 一路经甘孜, 昌都。 两路入藏, 较清, 新两路军役。 如入藏任务归西北, 需在河田, 榆田, 玉树屯兵屯粮, 修筑道路, 完成入藏准备, 需要两年。 且由南疆入后藏, 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 每年只有四个月, 即五月中旬至九月可通行, 其余八个月, 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 四, 兰州, 西宁两处, 现在藏民训练班, 共约三百人, 系干, 清凉省藏民。 松滩, 茂公, 一派有代表数十人, 叫兰州致敬。 班禅已回西宁塔尔寺, 如入藏规西南军区担任, 上述藏民群众训练班, 将来可能争取部分松二, 也随军入藏。 彭德怀毛泽东连续看了几遍, 心事重重。 他相信, 彭德怀的调查不会错, 由西北入藏不可能, 只有从西南进军了。 1月2日凌晨四时, 警卫撤走第二个丢满烟头的烟灰缸, 毛泽东伸了身揽腰, 把拟好的电报稿, 叫秘书火速发回国内。 他又问汪东兴说, 二楼除陈伯达和你住的房子外, 是否还有空房? 汪东兴说, 还有一间主房。 毛泽东说, 这间房留给总理用, 等总理一行来穆斯科后, 你从二楼搬下来, 把你的房间让给总理的随从人员住。 赵主席的意思办, 工作人员马上把毛泽东起草给中央和彭德怀, 并转留博城、邓小平、贺龙的电报, 发了出去。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上写道, 中央、 德怀同志, 并请转发博城、 小平、 贺龙三同志, 一、 德怀同志, 12月30日, 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维受到阅息。 此店请中央转发刘邓赫三同志研究。 二、 西藏人口虽然不多, 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 我们必须占领, 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 则向西藏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三、 既然由西北入藏, 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 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 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 不能通行, 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异相同。 而如果今年四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 则需推迟至一九五一年才能进军。 我意, 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 于十月以前占领西藏。 为此, 建议, 甲, 请刘邓赫三同志于最近期内, 例如一月中旬, 会商一次, 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相问题, 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以迅速占领打箭炉, 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并由现在一月上旬至四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 被指定入藏的军队, 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 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近地区, 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 准备于四月中旬开始入藏。 丁, 收集藏民训练干部, 物文西藏只有六千军队, 而且是分散的, 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 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 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 即以够用, 为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 配备精良武器。 即, 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 以利士气。 四, 进军即经营西藏, 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西南刚才占领, 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急忙, 现又给以入藏任务, 但因任务重要, 且有时间性, 故作如上建议。 这些建议是否可行, 请西南局筹划垫付违判。 毛泽东1月2日上午四时, 于远方刘伯成, 邓小平在重庆曾家研, 接到毛泽东1月2日的电报后, 来回传越了两遍。 刘伯成把手插在秀馆里, 邓小平则不停地抽烟。 此时, 从地理位置和经济, 时间上看, 最适合入藏的是占领西康省会亚安的贺龙的62军。 可是, 毛泽东已经点名, 二爷是主力, 总不能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推出去吧。 而在二爷三个兵团九个军中, 十军的战斗力最强, 派他们去最合适。 可是, 十军军长杜一德身体差, 进藏有困难。 刘伯成和邓小平商量来商量去, 泼费脑筋。 邓小平说, 让地主去吧。 刘伯成被邓小平说糊涂了, 问道, 谁? 张国华。 张国华因为他的十八军以前的随英学校干部多, 被战友们戏称为地主。 经邓小平点名, 刘伯成才醒悟了, 笑着说, 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 好, 就叫他去。 一月月二日, 苏共《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主席 在莫斯科达记者问, 内容如下, 记者问, 中国目前的情况如何? 主席答, 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 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记者问, 毛泽东先生, 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主席答, 我打算住几个星期, 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 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记者问, 您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 可否见告? 主席答, 在这些问题当中, 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 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 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 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 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城市和地方, 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 答记者问发表后, 谣言不攻自破。 毛泽东在散布时高兴地说, 我曾讲过, 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 捣乱, 失败, 再捣乱, 再失败, 直至灭亡, 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1月2日下午8时, 莫罗托夫, 米高扬, 奉斯大林之命, 在王家祥陪同下, 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征求毛泽东对中苏新条约的意见, 并安排毛泽东疫情,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等具体事宜。 在谈到中苏签订条约的事情时, 毛泽东说, 中苏签订新的友好同盟条约, 使中苏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固定下来, 这样做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利益。 莫罗托夫说, 是新的条约, 周恩来总理可以来莫斯科谈判签约。 1月2日晚11时, 毛泽东致电中央, 通报了在莫斯科出现的新情况, 他写道, 中央一,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 斯大林同志以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 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昨1月1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 已见今日2日各报, 你们亮仪收到。 今日下午8时, 莫罗托夫、米高杨二同志到我出谈话, 问我对中苏条约等式的意见。 我即详述三种办法, 假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样做有极大的利益。 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 中国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所异, 都将感觉兴奋, 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 在国际上, 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 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 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定的条约。 1, 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 即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及其他问题交换的意见, 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 而不涉及详细内容, 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 这样做, 中国外长周恩来, 当然不要来。 并签订一个声明, 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 但不是条约。 这样做, 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厉害之后, 莫洛托夫同志即说, 假, 像办法好, 周可以来。 我仍问, 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同志说, 是的。 随即计算周来即签订条约的时间。 我说, 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 恩来准备5天, 1月9日从北京动身, 坐火车11天, 1月19日到莫斯科, 1月20日至月底, 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 2月初, 我和周一道回国。 同时, 又谈到我外出游览的问题, 商定进夜列宁墓, 去列宁格勒, 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 并看一看冰工厂, 地下电车, 这两项是莫, 米二同志提的, 集体农庄等处。 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 到现在, 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艺人。 2, 你们收到此店后, 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 希望恩来协同贸易部长, 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 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 坐火车, 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 由董毕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 对外不要发表, 待周到末后才发表。 3, 以上是否可行, 五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 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 有吴教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 均请考虑垫付。 毛泽东1月2日, 下午11时, 1月3日凌晨4时, 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央, 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 他写道, 中央, 昨日下午11时电量达。 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 并报告此行息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 在屡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 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 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 即承认外盟独立, 则仍未新约的基本精神, 贷款协定, 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 分几年复支。 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 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 尼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亿货范围, 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 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定理通商协定。 此外, 还应约及政府委员之在经者看一座谈会做同样报告。 在两次会议上, 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 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 废除旧约, 重定新约, 使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傍动。 毛泽东1月3日上午4时, 预知毛泽东在苏联期间的下一步活动情况, 请看下一张内容辨织。 东方蒙曰, 在毛泽东逝世后, 外蒙独立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 成了国粉一类人颠倒历史的一个小插曲, 说是毛泽东把外蒙古丢了。 只要查一查历史资料就会看到, 早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 外蒙古就趁着各省宣布独立之机, 开始酝酿独立建国。 1921年11月25日, 蒙古人民党在俄国帮助下, 成立了蒙古君主力宪制政府。 1924年11月26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并宣布独立。 对此, 北洋政府不予承认。 1945年2月, 苏、 美、 英三国在亚尔塔协定中规定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需以维持。 1945年8月14日, 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承认亚尔塔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规定。 1946年1月5日, 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独立。 那么, 毛泽东是怎样对待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呢? 请看, 1949年12月18日, 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 关于条约问题, 斯大林说, 因为亚尔塔协议的缘故, 目前不已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 如果改变原有的, 重定新的, 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 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 我说, 照顾亚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 为中国社会有一种感想, 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定的, 国民党既然倒了, 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 他说, 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 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 1950年1月2日,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电报中, 又提出了在不限定新条约情况下的一种设想。 他说, 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 即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及其他问题交换的意见, 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 而不涉及详细内容, 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 权衡再三, 毛泽东在1月3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强调了签订新约的好处。 他说, 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 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 废除旧约, 重定新约, 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由此看来, 毛泽东是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 但从大局着想, 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 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的意见。 后来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 当毛泽东又提出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时, 赫鲁晓夫却拒绝讨论外蒙古问题。 此后, 苏共蜕变, 中苏交恶, 斯大林原来提出的原条约, 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机会, 就一直没有出现。 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怎么可以说是毛泽东把外蒙古弄丢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